1894年7月 日寇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企图侵犯我国 这天日军派联合舰队 埋伏在黄海丰岛附近 阴谋截击我增兵崖山的船队 当时在威海流宫岛 驻有我北洋水师 水师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 或西日寇侵扰的情报后 便派水师全部出洞 接应我运兵船队 独合派又一总兵刘布禅 以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命令阻拦 丁汝昌沉思半想 觉得进退两难 于是便改派贵远号和广乙号两船前去接应 贵远兵船管带舰长方仁齐 是个建立妄议 贪生怕死的人 一听派他出战 吓得慌忙上前推脱 正在这时 京远兵船管带林永生寻海回来 向丁汝昌报告说 日寇在我运兵 必经之路麻洋岛附近 布下水雷 并出动海军 主力吉野号 企图袭击我运兵船队 丁汝昌心想 日寇出动主力 不宣而战 一定有周密准备 只派两条船去接应 势难力敌 他终于不顾主河派的阻拦 决定派全部水师前往接应 刘布禅和水师的美国阳员顾问汉伦借口说 运兵雇用的是英国船 日本绝不敢偷袭 这番话激怒了中正爱国的志远兵船管带邓士昌 对他们严加驳斥 刘布禅冷笑两声 要挟说 要是李鸿章大人怪罪下来 这时 丁汝昌忍不住说 我身为水师提督 责任我会承担 随即命令各船管带即可登船出发 正在这时 士兵送上李鸿章的来电 上写 目前日本与大清并未宣战 现各国正为中日关系进行调停 日本必不敢向我挑衅 无需派水师全部前往接应 丁汝昌看罢 摇了摇头 心去烦乱的背过身去 邓士昌感叹的说 李大人如此估计是大错了 方仁起凑上前去问丁汝昌 那我船和广义兵船呢 丁汝昌短过身来 盯了他一眼 大声说 照去不悟 方仁起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就在当天黄昏 水师的美国杨元汉伦 偷偷地把北洋水师的军事情报交给了日本特务福岛 次日 桂远和广义兵船刚使进封岛海面 就遭到了日本兵舰的袭击 桂远兵船后仓重弹起火 方仁起在剑桥上惊慌不已 盲令枪手王金堂转舵逃跑 王金堂不肯 方仁起上前 一脚将他踢倒 躲过舵轮 王金堂站起来 向重水手喊道 弟兄们 方仁起怕事情败露 抽出短枪 砰砰打了王金堂两枪 王金堂倒了下去 方仁起叫大副邱少龙掌舵 不准改变航向 水手李化帽和王国成匆匆跑来 问为什么船舵 方仁起撒谎说 舵手中榴弹身亡 我船必须赶快迁回到有力的船位上去 这时 王金堂醒过来 吃力的对李化帽说 方管带命令 我转舵逃跑 我不 他就开枪打我 大哥给我报仇啊 说完 就死去了 水手们听说方仁起 要临阵脱逃 又打死王金堂 愤怒的奔来 要和方仁起算账 这时日剑击尘广以兵船后 集中火力向桂远兵船轰击 李化帽忍下心中的悲愤 立即招呼弟兄们各回炮位 痛击日寇 方仁起见日剑 步步逼近 便恐慌的升起一面白旗 随后神魂无主的跑下 剑桥钻进仓房躲避 水手们发现白旗 纷纷怒骂叛贼 李化帽爬上剑桥 扯下白旗 气愤的揉成一团 扔下海去 李化帽不顾大副 秋少龙的威胁阻拦 爬上软梯 指挥弟兄们猛击日剑 日剑击野号 重担齐火 李化帽见击野号 回头逃跑 便让秋少龙调转船头前去追击 秋少龙摇摇头 说方仁起有令 不准变更航向 李化帽钻进船舱 压抑着愤怒 对方仁起说 吉野号受伤逃跑 我们应该追击 方仁起半信半疑 探头道见闲 看了看 见日剑 我真跑了 这才壮壮胆子走出船舱 李化龙一再请求 追击日剑击野号 方仁起拔嘴一撇说 这兵船是我指挥 还是你指挥啊 他的话音未落 胡听远处又传来阵阵炮声 李茂指着远处说 日剑轰击我运兵船队 船上有一两千陆军弟兄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方仁起用望远镜望望 无动于衷 这时候 劈雷一声巨响 远处海面上火光冲天 我运兵船中了敌人的鱼雷 水手们健壮 纷纷要求前往营救 王国城焦急的说 方管带 即使我们不打日本鬼子 也得去救救落海的弟兄们啊 方仁起不但不理 反而命令邱少龙快速回转危海 方仁起回到危海掩盖林镇逃脱挂白旗投降的罪行 荒暴鸡伤日渐及野号而员工嘉奖 百姓们不知真情都为这次出兵大劫欢欣鼓舞 李化帽的父亲李大爷准备了酒菜 打算给儿子庆货庆货 可是等李化帽和王国城回来了 只见他们眉头紧锁 不知出了什么事 李化帽要到水师衙门告发方仁起的罪行 王国城阻拦说 方仁起有权有势 咱们告不倒他 李化帽忍不住说 你不去 我去 说完就走 王国城刚追上李化帽 忽见邱少龙走来 威胁他俩说 你们俩在船上不听号令 擅自行动 上边问下罪来了 他一人一听 齐声反问道 我们打退了敌人 还有罪吗 邱少龙见四外无人 便诡秘的说 不过 只要你俩知道感恩报德 就能免罪 王国城料定 其中并有缘由 便故意问他怎样 才算感恩报德 邱少龙以为 他俩上了圈套 轻声说 等上边问你们时 你们就说 这次封岛之战 不但炮击日渐主力 吉野号 还击毙了日本海军司令 平井航三少将 李化帽听了 气愤的说 我不能 昧着良心说谎 我要到水师衙门 去申诉 邱少龙闻言 灯石吓得倒退了两步 邱少龙要带他俩回船 正巧邓史昌 林永生和志远 冰川二父 李培青走来 邓史昌问秋少龙 为什么对他俩发火 秋少龙知悟了两句 便慌忙告退了 邓史昌见秋少龙 行径慌张 便问李化帽和王国城 出了什么事 他俩互相望望 未敢说出真情 这时 李大爷来了 便邀请邓史昌等人 到他家去小银 来到李家 邓史昌见李化帽 王国城 忧郁不悦 问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化帽憋不住 说道 方管带林镇逃脱 骗取嘉奖 我们打了日寇 为什么反要问罪 这时 方人起突然闯进来说 谁说打了日寇 还要问罪 不 而是要员工嘉奖 你二人快回船领赏去吧 原来秋少龙收买李化帽 王国城没成功 方人起不放心 亲自找他二人来了 李化帽和王国城不愿回船 方人起怕他们在这里吐露了真情 再三催他俩走 他二人只好跟方人起去了 方人起等人走后 李大爷问水师什么时候 出兵打日本鬼子 林永生说 邓管带就要去天津工干 顺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请战 李大爷赞许的说 好 打跑了日本鬼子 我们老百姓才能过太平日子 林永生感慨的说 只要大家奋起一心 抗击日寇 是谁也阻拦不住的 邓史昌听了 更为激愤 这时致远兵船的老水手跑来 请邓史昌回船 陪同丁汝昌和刘不禅等去天津 邓史昌等人起身告辞而去 李大爷送走邓史昌等人 对乡亲们说 日本鬼子欺武的我们不能过了 咱们给皇上上个万明哲 拖邓管带管城上去 请求打日寇 怎么样 人们纷纷响应 当即写了万明哲 邓史昌带着牛公岛百姓的万明哲 和自己你的破敌条臣来到天津 几次求见李鸿章 都被挡回 这天又被挡在内厅之外 邓史昌心中焦急万分 刘不禅从内厅走出来 问邓史昌有什么事 邓史昌说 我为上乘危害流公岛百姓的 万明哲和标下你的破敌条臣 可是几次都未被李大人裁剑 刘不禅娘笑着说 李大人正在会见外国使节 你先交给我吧 你在外面等着 方便时 我替你成帝 邓史昌不得已 只好把万明哲和破敌条臣交给他 这时候 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宴请英、美、法、德、俄等各国领事 安详祈求各国政府主持公道 调停中日关系 可是各国领事却乘机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英国要保持在长江流域的特权 德国要侵占焦州湾 法国要占领广州湾 俄国想侵占东北 美国要中国门户开放 李鸿章都一口硬承 这时 汉伦和化名罗皮尔的冒充美国领事随缘的日本特务福岛 悄悄地离开宴会走出内厅 更是昌见了厌恶的走开了 福岛和汉伦看看四外无人 便密一袭击北洋水师的计划 福岛埋怨美国不该卖给中国炮弹 汉伦说我们卖给日本炮弹也不少啊 何况我们卖给中国的都是打不响的炮弹 明白吗 福岛会议的点点头 他让汉伦设法笼络住方人旗 干掉邓士昌 汉伦说邓士昌是丁汝昌的红人 不好对付 方人旗见钱眼开 道士一拉就过来了 说吧便去找方人旗 汉伦找来了方人旗 指着福岛介绍说 这位是美国领事隋元罗皮尔先生 福岛百般奉承夸赞方人旗 方人旗非常得意 福岛说 贵国李鸿章先生真是一位有远见的伟人 已忍让求太平 是复兴我国的良策 这样必然会得到各国的同情 还能感化日本 正巧邓士昌走过来 闻听此言 愤愤说道 这位先生对大清的内务过于操心了吧 大清对日是战是和 朝廷自由主张 用不着你来费神献祭 福岛巧言诡辩 尽情威吓 邓士昌义正词言 给严正的驳斥 福岛也不示弱 说邓士昌这种言论 对商谈国际调停不利 邓士昌激愤的指责 如果列强要大清向日本取西作为调停的条件 那简直是卑鄙出卖 方人旗担心越谈越僵 插言说 邓管代在外国朋友面前 你 邓士昌愤怒的说 哼 在外国人面前 你没了骨头 说完愤然而去 方人旗要发火 被福岛劝住了 福岛拉方人旗到厅外走廊坐下 说 听说被你打死的日本舰队司令平景航三少将 现今亦然健在啊 方人旗不由心里一惊 福岛打开烟盒 请他吸烟 烟盒里有一张 方人旗在跪远冰船挂白旗时的照片 方人旗见了 吓得心神不定 福岛得意的把照片送给方人旗 说作为见面的纪念 方人旗接过来 眼珠转了几转 忽然发疯似的把照片撕得粉碎 福岛说 朋友用不着这样激动 说着又取出同样一张照片 逼近方人旗说 还要吗 此时方人旗犹如万丈高楼失足 木然的不知所措了 福岛见方人旗入了圈套 便撕毁照片说 放心吧 朋友 没有这张照片 谁也告不倒你 来 拉拉手吧 方人旗心虚的望望四周 问道 你们想叫我做什么 这时 汉伦咳嗽一声 事意有人来了 福岛故意高声笑道 方舰长 为你庆功 我们再去痛饮 几杯如何 说着 三人便溜走了 再说 刘不禅把邓士昌的破敌条臣 和刘公岛百姓的万民哲成给李鸿章 李鸿章看了 大怒道 简直是目无法机 刘不禅逞机诽谤 邓士昌狂傲自大 生性好战 李鸿章怒气冲冲 把万民哲和破敌条臣撕得粉碎 并把邓士昌隔职问罪 丁汝昌赶忙上前说 邓士昌一向坚持正义 忠心爱国 是水师的战将 卑职愿以鼎代保邓士昌复职 望大人开恩 李鸿章哼了一声 叫丁汝昌以后对下属要严加殉教 丁汝昌退出内厅 把撕毁了的万民哲和破敌条臣 交给邓士昌 邓士昌接过来 呆呆的望着丁汝昌说 大人这 丁汝昌说 你太心急了 朝廷大事 万国阳务 怎能毫不顾忌上下左右 至于是战是何 都得听李大人调令 邓士昌想要说什么 丁汝昌摇摇头 叫他先回船去 邓士昌请战不成 回到危害以后 终日郁闷不乐 这天傍晚晚 拿出他父亲当年抗击日寇的宝剑 在滩边上舞起来 天黑了 一轮明月东升 邓士昌望着茫茫的大海 百感焦急 低吟道 沧海茫茫月影孤 痛念钟魂剑一哭 心潮高过滔天浪 何日挺身把扣除 吟霸 禁不住热泪滚 这时林永生和李培青走来 圈道 士昌你不能得这样郁闷下去了 弟兄们见你这样 都为你着急 邓士昌常叹说 我不想说什么 怕伤了他们的斗志 李培青说 邓大人难道不能说几句鼓舞斗志的话吗 邓士昌摇了摇头说 那又有什么用 李大人一心想依靠列国调停 太后的旨意也是以容忍为善 我爱 林永生巧声说 听说经理正在闹维新运动 反对西太后 不过太后掌握实权 皇上也无可奈何 还听说太后挪用水师的军款修建一和园 李鸿章至今还卖给日本梅和米 邓士昌听了 不由的心头怒火起 刷的抽出宝剑 悲愤的说 有这样的人掌权 水师的前途 国家的将来就都给他们葬送了 这一夜 邓士昌的心情非常沉重 久久不能入睡 他读作书案前 只见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他急开门查看 原来是李化帽 李化帽气喘 喘得跑进来说 邓大人 我们打了鬼子 方管代反说 我们有罪 把我和王国城一直关在船上 今晚我才有机会逃了出来 下滑线 李化帽又把方人起 枪杀剁手王金棠 挂白旗投降 以及回港后收买他和王国成步成功 进而加害的事细说了一遍 邓士昌听了 气愤的说 真是无耻之急 把北洋水师的尊严都丢尽了 李化帽肯求邓士昌收留他 邓士昌当即答应 并叫老水手把自己的好衣脱下来 给李化帽穿上 水手们纷纷要求邓士昌为国除奸 再次请占抗击日寇 这时 李大爷和他女儿李国英急匆匆跑进来说 邓大人 我们捉到一个奸细 李国英说 这个奸细假冒是珠宝商人 要我们用船送他去找方大人 我父亲见这商人行迹可疑 就细加盘问 他做贼心虚 想跳海逃跑 被我一把抓住辫子 才发现他的辫子竟是假的 事后又在他的假发里查到一份地图 邓士昌认出这人 正是曾在天津见过的那个 所谓美国领事隋元罗皮尔 就命令把他压下 等候李鸿章来时 警示发落 不久 李鸿章果然来危海视察 他名义上是来整理军纪 加强海防力量 实际上是来压制水师官兵的抗日斗志 李鸿章在检阅时 发现方人起的桂远兵船 闯出阵外 检阅完毕 李鸿章严加身斥 邓士昌上前说 大人 平时操演阵是凌乱 临阵交锋 可想而知 一旦和日本开战 李鸿章结住说 放肆 并没有叫你们和日本作战 有什么顾虑的 再说风倒大劫 日本必不敢再来侵犯 邓士昌听了李鸿章这番话 不由义愤填胸 他当即把方人起的投敌罪行申诉了一通 李鸿章和众管带听了都极为震惊 方人起文言 无赖的铺跪在李鸿章面前 反屋邓士昌是寄功毁欲 造谣重伤 李鸿章问邓士昌有什么凭证 邓士昌说 有跪远 冰船水手的告发 李鸿章说 这 凭证不足 邓士昌说 还有在压的和方人起有秘密来往的日本奸细为证 李鸿章命人带上奸细 认出他是美国领事隋元罗皮尔 心里一争 福岛趁机狡猾抵赖 邓士昌见他狡赖 并叫人取来他的假发 福岛狡辩说 这样打扮是尊重中国的民族习惯 李鸿章也认为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 邓士昌又乘上 从福岛身上搜出的北洋水师的冰船和炮卫阵士图 李鸿章看了 心内吃惊 便下令把福岛压起来 这时 汉伦站出来威胁说 终日争端 美国严守中立 如果对罗皮尔先生轻率处理 必将影响中美邦交 引起美国政府的严重抗议 邓士昌忍不住 严加斥责 汉伦无以答对 李鸿章担心得罪洋人 便训斥邓士昌道 放肆 还不退下去 邓士昌只好愤愤退去 丁汝昌和众管带都主张处决福岛 李鸿章思量再三 推说事关国际功法 决定将福岛交给美国公使处理 这时圣旨道 李鸿章接职 专使宣读 日寇侵犯 安东告急 金李鸿章速派船队 运兵十二营 负压绿江口大东沟 登岸增援 途中如遇日寇挑衅 及迎头痛击 宣指弊 专使对李鸿章说 朝中不少大臣多次参议 说大人对日主战不利 一物军机 并说躺日后设计不保 李鸿章还没听完 就连连摇头 很不以为然 专使向李鸿章 小声说 太后的意思 姑且先运一次兵 评一评公义 但千万不能和日交锋 以免惹得兵或连天 李鸿章听罢 嘱咐丁汝昌说 按太后的旨意去办 千万不能和日本作战 丁汝昌想要说什么 被李鸿章制止了 9月16日 水师船队护送的陆军 在大东沟登岸了 当天夜里 福岛冒充水师官员混进水师 与方仁启记忆 叫方仁启在次日上午日间 偷袭水师兵船时做内应 恰巧都被王国城听见了 方仁启在宋福岛上船的时候 慌慌张张 竟把日本舰队司令平井航三给他的密信掉了 王国城识到这封信急忙去告发 4日清晨 丁汝昌令各营带做好准备 上午10点把锚起航 回旅顺口 这时李裴青发现敌情 急向丁汝昌报告 丁汝昌听了 连忙登高了望 方仁启也跟着甲义张望 从中迷惑 方仁启想早点脱身 主张赶快各自回船 准备鸣放礼炮 迎监狱军 邓士昌仔细观察后 肯定为首的那条船 是日舰的主力级野号 众管带忙请丁汝昌决策 丁汝昌命令 先派雷艇四艘去侦查 这时王国成有水爬上船来 向丁汝昌告发了 方仁启勾结日寇 偷袭北洋水师的罪行 方仁启一听大惊 拔刀要杀王国成灭口 被邓士昌拦住 王国成又呈上密信 丁汝昌读了气愤万分的说 卖国贼子 真是无耻到极点了 当即叫人 把方仁启压在志远兵船船舱中 听后发落 水兵船队面临大敌 众管带坚决请战 刘不禅还是以李鸿章的命令阻拦 丁汝昌说 日本兵船向我步步逼近 我们只有应战一侧 事后李大人怪罪下来 我来担成 这时候日舰降下了美国国旗 升起了日本旗 真相大白 丁汝昌采纳了邓士昌先派铁甲舰 对付日舰主力吉野号的提议 当即命令各管带 起毛应战 这时王国成也请求邓士昌留下 他在志远舰上杀敌 邓士昌对林永生说 永生内奸已除 我们应该同心协力 把日寇消灭在黄海之上 二人随行大礼告别 北洋水师兵船城双列纵队迎击日舰 激烈的海战开始了 日舰操袭开炮 水师兵船奋勇还击 黄海之上炮火轰鸣 烟雾弥天 志远兵船官兵奋勇杀敌 李化帽等人瞄准敌舰 连发树炮 击沉了日舰西京丸号 水手们欢呼声震天 纷纷要求去打日舰吉野号 突然丁汝昌的都船齐火 身受重围 帅齐也被打落了 邓士昌叫李裴青赶快升帅齐 从桂远号调来的大副秋少龙帕引来敌人的炮火 竟说邓士昌擅自升帅齐就是篡夺兵权 邓士昌理直气壮的说 我们船队开始混乱 不升帅齐就没有指挥了 于是便升起帅齐 指挥桂远 京元两船集中炮火 掩护独船突围 独船冲出重围 日渐集中火力 攻击致远兵船 邱少龙大惊失色 竟不顾一切的跑上剑桥要降帅齐 邓士昌怒骂道 你竟敢忘掉了军阀 邱少龙吓得跑下剑桥 悄悄摘下救生圈 要跳海逃生 胡亭方人在舱房窗边叫他 便匆匆过去开锁 方人起出来 夺过邱少龙的短枪 向邓士昌打了一枪位重 他慌忙间抢了救生圈 正要跳海逃走 被水兵一刀砍死了 邓士昌查清后 把剑逼向下呆了的邱少龙 说叛贼 你干的好事 敌剑将他刺死 这时水手们击中了日剑吉野号 邓士昌跑上剑桥 命令连续发炮 高速追击 务必打沉敌剑 不料在这紧急时候 前后炮都不响了 炮手机来报告 说前炮炮弹打不出去 后炮炸毁 邓士昌叫道 快给前炮换炮弹 李培青说 现在只剩下从天津领来的美国炮弹了 全都打不响 李化龙 王国成等 爆来一个打不响的美国炮弹 拆开一看 里面全是沙土 敌火装的是煤灰 水手们气愤极了 炮弹用尽 日剑吉野 又调转船头步步逼来 邓士昌见情势十分危急 沉思了一下 命令全船水手们急速列好队伍 邓士昌以海军仪式最后一次 检阅了自己的水手 日剑已经逼到三百码了 邓士昌悲愤的对水手们说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可以取胜的路 就是用我们的兵船开高速撞尘敌舰 水手们齐声说 大人说的对 咱们和敌人拼了 接着邓士昌叫李培青带领重伤的弟兄 马上离船 他把自己的宝剑交给李培青留作纪念 以表决心 李培青接过宝剑 但仍不肯离去 叫老水手带领重伤弟兄先走 老水手也绝不肯走 邓士昌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时突然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 惊远兵船中鱼雷下沉了 林永生打来信号说 宁死不屈 奋勇杀敌 邓士昌和水手们跪在船上摇摇平吊 邓士昌悲怯的说 好兄弟 宁死不屈 奋勇杀敌 水手们一起宣誓 决心要为殖难的弟兄们报仇 这时候 日剑发出信号 逼他们投降 邓士昌说 日剑欺负 我们没有炮弹了 想逼我们投降 水手们怒视通来的日剑 坚决的说 我们绝不投降 只听轰隆一声 志远号的甲板上起火了 兵船向一条火龙 还是直向前冲 志远号追逐着吉野号 日剑水兵纷纷跳海逃命 日剑长惊恐的 转过身来命令道 瞄准志远 发射鱼雷 这是志远兵船上 古号齐鸣 杀声震天 全船官兵表现了 坚真不屈的英雄气概 兵船开足马力 向敌箭冲击 不带敌箭射雷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志远兵船与日剑吉野号 同归于尽